哈喽 刚刚结束了20多天的毕业旅行回到英国 去了一趟土耳其埃及还有塞尔维亚 出发前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功课 古不其然埃及的坑呢 那不是多一点 那是多的多的多 所以有必要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之后要聚的同胞 可以尽量少 再踏一些这些坑 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 我们在预定酒店预定任何项目的时候 优先看评分 评论非常的关键 我当时是从我们是从赫尔哥达入境 所以需要找赫尔哥达的酒店 我就在booking上面优先看评分 评分最高的是一个叫 Bob Marley Homestay 9点20分 它是个Homestay 一下就满足我的预期 因为Homestay你是住在别人家 是一个了解当地local文化非常快的方式 然后评分又高 然后对老板Elden的介绍 的全是积极一面 所以我觉得定额 何况价格还初期的低到 一晚12.5美金 最后发现12.5美金 而且还包含第二天的早餐 Elden会起来做早餐给我们吃 所以埃及的物价真的碍了 所以大家如果到埃及第一天找一个靠谱的酒店 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它能够帮你解决之后的所有环节 你会省去很多很多麻烦 他们都会酒店会和一些游玩项目合作 直接帮你预定 然后预定完之后 这些项目会来到酒店接你 然后完了之后晚上把你送回来 Elden也非常的耐心 他了解了我们的规划是在埃及待六七天之后 并且在赫尔哥达只待两天 他就建议了第一天去到冲沙 叫Safari 去到沙哈拉沙漠冲沙 然后第二天是去到赫尔哥达旁边的红海里面 去scuba diving 也就是潜水 等于说赫尔哥达最特色的两个项目 B1的项目 他直接给我们推定了 而且费用才40美金一天 也就200多人民币 我觉得很划算 我们就定了 并且冲沙那天 真的人裹得像阿拉伯人一样 那个头巾 他说 我这些酒店有给你 你不用去那买 能省一点 试一点 所以整体感觉就是非常非常贴心 老板艾德 走之前 他还因为我们沟通得很愉快 他还与我们一起喝点小酒 所以一个靠谱的酒店多么重要 赫尔哥达待两天 很顺畅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要去开罗 去开罗的大巴票 直接Eldan给我们预定好了 都省去了我研究 怎么去大巴 在买票的问题 去了埃及 然后两天我们去了金字塔 然后逛了新牢开罗城区之后 需要去卢克索 他只听到卢克索之后 卢克索当然会有他的同行 本地人 他直接给我们推荐了 当地靠谱的酒店 而且他打电话过去 直接介绍了我们 所以我们去卢克索的酒店 就沟通非常顺畅 直接我们从开罗飞到卢克索 酒店直接来机场接机 当然肯定是有费用的 但是也不贵 核人民币也才70块钱左右 接到酒店 同样也是在卢克索的那家酒店 把我们预定的卢克索的热气球 因为我们在卡普多奇亚的热气球 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了 但是在卢克索圆梦了 再还有卢克索的帝王谷神庙 皇后的那些神庙 包括中文导游 酒店都可以帮你预定 价格也不贵 但关键的是 你要找个靠谱的酒店 所以既然我这一趟 因为这些酒店 总体还很开心很顺畅 所以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评论真的很关键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从赫尔格达入境的话 可以建议直接搜索 Bob Marley Homestay 老板叫Elden 你可以在部品上面 看到他的评分非常的高 然后关于老板的评价 以及刚刚回到英国 我有功夫了 有空了威胁的一个 显然positive comment的评价 然后大家如果是从凯罗机场入境 也可以类似的找评价高的酒店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甚至有很多事情 好 谢谢大家